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接触的僑方有好几千人 接触的美国国务议员 行政官员 还有重要智库的负责人跟研究员 可以说数十人 在双方会谈之中就针对台北关系 两岸关系和国际关系都充分交换意见 尤其大家就针对关心的议题 比如我们军事案 比如免签案 比如经贸合作议题 又比如选举 美国关系的选举 那么这一次出访呢 从一开始出访 这个我们民进党的朋友们就反应非常强烈 一开始说我们是不该去 不该跟他一起去跟蔡英文主席 就是我们不该谈论时政 那这一点我觉得它反映过度激励 因为我在美国也讲到 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一个最崇尚尊重人权跟民主自由的国家 居然会谈到言论自由跟行动自由 好像都受到限制 那民营党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情绪式的字眼 进步人身攻击 首先是在毫无证据 也没有办法任何的矩阵之下 对本人说我是指控是这个 凌驾国家体制 伤害国家尊严 也说我这个 指挥国家机器 动用国家资源 甚至用到一些人身的攻击 什么小人啊 蟑螂啊 这些字眼通通都出来 也说我们到美国去闹笑话 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些指控 我们也出来非常清楚的说 只要民进党的朋友 愿意提出任何具体的避震 我们都愿意接受公开的检验 但是民进党听到这些回应 会又说不回应的话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次的过程之中 让我们感到非常错愕 真的是有点荒腔走板 我在这段时间也非常注意媒体的报导 一开始有人说 为什么台湾的真的人物 都要在选前到美国去朝圣 实际上都知道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以及美国跟台湾 还有中国大陆的关系 在全世界很难找到 有相同的案例 台湾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囚包 几十万甚至号参上百万 而且他们密切地关心台湾的发展 他们很多人天天都在看台湾的扣音节目 这个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有很多人也会回来投票 所以在选前 国内的政治人物到美国去 不论是在桥借拉票 不论是让美国了解台湾政治 以及是民主政治的发展 乃至于让美国政府了解 我们国内跟两岸政策 尤其是两岸政策跟台美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是很合理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在五年前 我还不是东南候权 他们也很关心 国民党对于北洋关系的看 其实我那个时候讲的话 跟这一次政府主席 黄副主席 还有金子一样 讲的话是一样的 不同不独播 九二共识 我们没有改变 都是那样的话 但那个时候他们是过往金子 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当 会不会执政 但是五年后我们执政了 这一套论述 不是只是一套理论 是经过事实经验 检验过的一套论述 证明是行得通的 我们不是说这是完美的一套论述 但至少在台湾的内部 不同不独播 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赞成 昨天我们开会看到 很多委会对几多的民调 这是主张维持现状的 不论是永久维持现状 或者维持现状之后 在主张毒后的桶的加起来 就是百分之八十七的多 过去也是这样 这很明显的是台湾的主流名义 你把它说成台湾共识 也未尝 通过去就是7月5日的 Bucking